作曲 李宗盛 是否已不敢向往 在双合 只要心一剑 黑暗是短暂 在双合 只要心相恋 虔诚似朝阳 在双合 人生跑到上 我们像结伴 在双合 金钱吹白脸 得算是耀眼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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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门 让自由付出视线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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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门 让梦想得已成真 作曲 李宗盛 在双合 只要心一剑 黑暗是短暂 在双合 只要心相恋 虔诚似朝阳 在双合 人生跑到上 我们像结伴 只要心一剑 在双合 金钱吹白脸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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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门 让世界都有梦想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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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门 让梦想得已成真 那我们像结众感 双鹤以灵芝起家 历经时代的考验始终屹立不摇 多年来我们追求提升人们的身心灵圆满 进而带来全方位的健康与财富 携手共创成功的未来 双鹤是讲求诚实与政治的经历理念 以及给人健康 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 给人成功 给人欢喜的五大信念 双鹤灵芝产品享誉全球 不仅建立完整的一条龙式生产流程 并荣获多项国际认证 取得全国品项最多 功效最齐全的健康食品认证 免疫调节 护肝 延缓衰老 以及辅助调整过敏体质四项认证 方能成为国人最信赖的灵芝领导品牌 而能写下这些傲人的记录 正是因为双鹤拥有许多的世界第一 双鹤于2008年开始建置全球规模最大的温室科技农场 全程电脑监控管理 搜集全球灵芝菌种 进行富裕及功效的研发 开发自有菌种 精确掌握灵芝有效成分含量 开创灵芝栽种新局面 永建工厂以取得多项国际灵芝制成的专利设计 粗碎 萃取浓缩 冷冻干燥 冲田 包装 金属检测 更荣获各项国际认证 让食安标准与世界接轨 双鹤秉持创新与研发的使命 于2014年成立国家级研发中心 网络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生技研发团队 持续开发灵芝的指标性功效 并提供更全方位的健康需求 人才与设备是双鹤的优势核心关键 三十多年来 我们投入无以数计的人力物力 从研发检测 培育到制成 不断开创出灵芝功效的全新领域 就是为了让消费者吃到的每一颗双鹤灵芝 都有国际级的专业保证 双鹤秉持着对品质的坚持 更延伸到保健食品 保健饮品 美容保养品 个人清洁用品 家庭生活用品等一系列的商品 生活消费者喜爱与信赖 双鹤重视生命价值 相信每位伙伴都能在这里建立事业根基 实现自我 因此我们提供了一个商机无限的事业机会 丰厚的奖金制度与福利 傲视业界 我们独特且强大的单一教育系统 使成功经验简单易学 我们帮助伙伴实现梦想 同时开拓事业与人生 创造出更幸福的未来 双鹤集团布局全球 在马来西亚 日本 泰国 新加坡 香港 文莱 印尼 缅甸皆有据点 让伙伴能够从双鹤事业迈向国际 开创事业更大格局 三十多年来 双鹤不断地跨越障碍 创立台湾健康事业的标杆 同时也为许多家庭带来美好的改变 我们看到你需要的改变 你的不凡人生 从加入双鹤开始 启动梦想方程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没有感觉 那很容易就暴露了我们真实的年龄 那很多时候当我们与人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近距离接触会怎么样 我们都会看对方的脸 对方也会在看我们的脸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就会大概我们就猜到对方多少岁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 他其实看起来 会比实际的年龄来的年轻 那也有人会看起来 比实际的年龄来的老 那为什么呢 这其实跟我们的肌肤保养有息息相关 那其实我们的皮肤呢 每一天都在帮我们做工 白天的时候呢 他就帮助我们抵抗阳光 肮脏空气 细菌病毒啊 还有污染物的侵袭等等 那到了晚上呢 休息我们休息了 晚上睡觉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皮肤还是在继续帮我们工作的 他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修复 收损的一些细胞 还有促进我们细胞的再生 那想问问大家 到底大家了解自己的皮肤吗 大家懂自己的皮肤 是属于哪一类型的皮肤吗 有些人可能他很了解自己的皮肤 所以他知道怎么去保养 那也有人呢 真的搞不清楚 到底自己的皮肤是属于哪一类的皮肤 所以呢 很多时候在保养方面呢 就没有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了 那首先呢 先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的皮肤啊 其实一共有分为三 第一层呢就是我们的表皮层 第二层就是真皮层 再来第三层就是皮下组织 那健康的表皮层呢 它其实是具有了这个防御保湿 以及再生的功能 那我们的皮肤最坏层呢 其实我们就称为这个角质层 那角质层呢 它其实是帮助我们抵挡外来物的一些清洗 包括一些灰尘 细菌病毒 还有一些化学物质等等 它就是帮助抵抗这一些外来物的一些清洗 同时防止水分流失出去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说的防御功能 但如果我们皮肤失去了防御功能 会怎么样 我们皮肤会很敏感 因为很多外来的东西跑进去 这样我们敏感呢 我们的皮肤就不健康 再来呢 我们这个表皮层呢 最底层呢 有一层叫做肌底层 那这一层呢 它其实就好像工厂一样 它可以制造很多新的细胞 可以帮助我们皮肤在28天里面更新 受损的细胞 老化的细胞 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伤口 有这个割伤啊等等呢 其实呢这个表皮层呢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做修复 做愈合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一层的话 其实就代表说我们在愈合方面 在修复方面就相当的差 那除此之外呢 在这一层呢 其实也有一些黑色素的细胞 那如果我们接触太阳紫外线的时候 其实它也会 就是抵挡这个太阳紫外线的信息 它就会分离一些文达民的色素 来保护我们的皮肤 这个就是我们表皮层的一个功能 再来第二层呢 就是我们的真皮层 那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其实真皮层这个部分呢 它非常的很重要呢 为什么它可以帮助我们 颈膚 还有保湿 还有这个油脂分泌 以及排汗的一个功能 那这一层呢 它其实有很多的什么 胶原蛋白啊 痰力蛋白 还有多尿酸等等 它可以组成一个非常有结实 有弹性的一个结构呢 它的伸缩性很强的 所以呢 它可以维持我们皮肤的弹性 还有紧直度 它可以伸缩 伸缩很有弹性的一个 一个情况下 所以我们就会看起来怎么样 会年轻 而且它可以锁住我们皮肤水分 所以你皮肤看起来不会干燥等等 那同时呢 这一层其实还有一个叫做皮脂线 那皮脂线呢 它其实在毛孔里面 它会做什么呢 它会分泌油脂 那这个油脂呢 它会沿着这个毛髮呢 排在我们的这个皮肤外层呢 就形成一个皮脂保护层了 那主要呢就是帮助我们 支那种皮肤 让我们皮肤的水分不容易流失出去 所以如果说你的皮肤很干燥的话 你会发现那里很容易出油 为什么 就是其实在这个皮脂线呢 它已经感觉到了 所以它就会分泌油 来排出我们的皮肤外面 来保护我们皮肤 这个就是我们的油脂分泌的功能 那还有呢就是汗线呢 它就是帮助我们排汗的等等 再来第三个就是这个皮脂组织 它主要呢就是由脂肪所组成的一个结构 它呢其实是可以连接我们的皮肤 还有我们的这个肌肉的连接层 然后呢它是可以缓冲 这个外来的压力啊 外来的一些 外来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压力 会导致我们的皮肤 如果没有伸缩性 没有盘充的压力的时候 其实我们皮肤就有一些问题了 那么再来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储存能量 让我们体温呢可以维持住 不然的话我们的温度会怎么样 会上会下会上会下对不对 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皮脂组织呢 它就是维持我们的皮肤的温度 不会导致呢上上下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我如果我们了解了我们的皮肤 知道它的这个皮肤功能的时候 其实就知道皮肤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皮肤 要做好肌肤保养 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 所以阿康线呢它推出了这七款产品 都是在帮助我们照顾我们皮肤 我们有什么呢 在清洁系列我们有这个卸妆乳 氨基酸结面霜 在去角质部分我们有去角质乳霜 补水保湿我们有这个保湿化妆水 再来呢我们有修复以及预合的一个面霜 我们有这个保湿预护霜以及助缘霜 再来呢防晒的部分我们有防晒霜 所以呢我们这七款产品呢 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唤醒我们肌肤由内新生提升 我们皮肤的一个品质一个素质 那里面呢其实综合了很多的植物 萃取的有效身份 带给我们全新的一个护肤体验 那其中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有这个浩浩把油 还有夏威伊和果油 葵花油 羽山豆油 小麦贝芽油 还有这个加拿大柳草 鲁木果油 修仙菊 红枣甚至有这个大豆蛋白等等 这一些植物的这个萃取呢 其实都是针对我们的皮肤的需求 来去提供给大家的 除此之外 其实里面也有更多的一些有效成分呢 我们就一一的为大家介绍 那首先呢我就介绍这个卸妆的一个部分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卸妆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卸妆 因为当我们的皮肤的油腻太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查这个防晒啊 或者是我们有彩妆啊 还有我们接触的这些 这个厨房里面是很油烟的一个地方啊 还有这个气色可排出的一些沸浸 都是特别特别有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都需要卸妆 那如果我们没有卸妆 或者卸不干净的一个情况下 会怎么样 我们的皮脂就会导致了这个分泌啊 代谢异常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 哎有这个抹除塞啊 或者是长痘痘啊 皮肤干燥等等的一个问题 那是面上其实有很多的卸妆产品啊 主要我们把它分为两大类 第一种呢就是它整个都是油 就是矿物油那矿物油它本身呢 其实它很稳定 但是呢 它跟这个这个彩妆呢 它很容易结合 但是因为它的分子很大 所以要洗的时候 不容易被洗掉的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长期下来 你会发现到 哎这么我越用呢 我的皮肤会越来越有毛红阻塞啊 或者是会有长一些动作的问题 其实就是矿物油它本身 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第二种呢就是 它含水量很高的那种化妆水啊 那这种呢它就比较清爽啊 就是有一些他们 很多长动作的朋友 他们就很喜欢买这种 比较有含水量很高的那种化妆水啊 那这种卸妆水呢 它本身呢 它跟这个彩妆呢 不容易结合 因为它卸妆的这个效果 没有说比油来的更好 然后再加上呢 它因为它没有很容易卸掉的一个情况下 它很容易会怎么样 会有残留的问题 再加上如果那个 有酒精的一个情况呢 它更加的刺激我们皮肤 导致了我们皮肤受损 所以长期使用 其实对我们皮肤也是一种伤害的 所以我们Aquasense呢 它推出的这个卸妆乳 其实是目前呢 最不伤害我们肌肤的一个卸妆产品 那么它呢 对于我们皮肤的这个刺激性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我们采用什么呢 那我们是采用这个冷压毁化油 和这个橄榄油延伸出来的这个乳化成分 它主要呢 它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很温和的卸妆 有效的帮助我们清除这些油污 那么就不会有残留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 我们卸妆之后还有东西在我们脸上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答案 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涂上去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很清爽 不会油腻的 因为有些人会不想油油的感觉 所以这个你涂上去呢 你会感觉没有很油的一个感觉 所以很适合所有皮肤使用的 那第三呢 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有酒精啊 或者是这个矿物油啊 所以在长期使用 其实对我们皮肤 不会有任何的刺激 甚至不会有这个毛孔主材的一个问题 那怎么使用呢 我们可以把适量的这个卸妆乳 放在我们的这个脸上呢 轻轻涂抹 从我们的T zone的地方 就是我们T字部位 因为稍微很油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先开始清洗 慢慢延伸到我们脸颊的这个U字部位 那么呢 最后转移到我们的眼部 以及嘴唇的四周 最后你清洗了卸妆很多呢 你再用我们的氨基酸 减面霜洗掉就可以了 那针对我们眼睛的彩妆啊 或者是如果你有擦口红啊 那么你可以把适量的这个卸妆 我放在化妆棉上面 附在这个眼周 还有我们的嘴唇 停留大概30秒左右呢 你再擦掉这个彩妆 最后呢 你就是用那个 氨基酸减面霜洗掉就可以了 就是非常干净的 那么淡妆的朋友 你可以卸妆一至两次 然后浓妆的朋友呢 可以卸妆两次以上 确保我们的这个脸部干净之后呢 那么就不会有这些皮肤上的一些问题 卸妆呢 脸之后 其实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洗脸 为什么 洗脸其实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我们是要把我们脸上的一些油乌啊 还有这个脾气啊 汗液 跟这个胃尘啊 有原性菌病毒等等 只要确保我们脸部干净 那个情况下 把它去除掉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想要说 想要选一些清洁效果 很强的一些清洁产品 其实这个呢 但是长期使用对我们的皮肤是不健康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皮肤本来就有一层保护层嘛 如果你太强的话 就会把这个保护层给去掉 就会导致我们的皮肤会敏感 所以建议大家在用这个洗脸的产品呢 必须要选择 跟我们皮肤是很结晶的哦 弱霜性很温和的一个清洁产品 它不单会刺激皮肤 反而会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肌肤保养 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推出这个AQUA SEN 氨基酸洁面霜呢 它其实是目前非常高级的洗脸霜 就是这个洁面霜 我们是采用以这个氨基酸为主的清洁成分 以及保湿成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皮肤是由什么组成的 我们皮肤其实就是由这个氨基酸所组成的嘛 所以我们皮肤是很喜欢哦 它不会排斥 它会把毛骨打开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它轻肤性 弱酸性 而且呢 它很温和物质剂 跟皮肤的PH是很接近的 它可以生成 把我们毛骨里面的脏部给清洗掉 同时呢 我们采用这个氨基酸的保湿成分呢 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软化 我们外面的一些角质 可以有效的清洁 而且呢 它可以平衡我们肌肤的油水 使到我们洗了之后 会感觉紧绷 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皮肤是很接近 很喜欢 所以我们洗干净我们的脸 我们不会感觉说 哎 会脱水啦 或者是紧绷的一个感觉 那怎么使用呢 你可以把适量的减面霜 放在掌心上 加水起泡之后 轻轻的清洁我们的脸部 再用清水彻底洗净即可 早晚都必须要洗脸哦 必须要洗干净我们脸 才涂东西 或者睡觉前 也是要清洁点过后才涂东西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来谈谈这个去角质的部分 那角质呢 其实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是有关系的 我们皮肤呢 每一天其实都在做代谢的一个动作 那一般上呢 其实正常健康的话是28天 那怎么呢 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肌底层呢 制造很多新的细胞 那么就不断从下面往上推 推推推推推 推到最外面的这个角质层呢 它死亡后就会形成一个角质细胞 那么最后它会变成有脏物 然后就会脱落 这个过程呢 正常来说健康是28天 那如果说你的代谢有比较缓慢的话 那么就会超过28天 所以每一天其实就会有新的细胞 不断的产生 然后就会把老肺的细胞呢 会排出体外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 不良饮食啊 环境的因素等等 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代谢呢 慢慢的减缓下来了 所以你减缓下来的情况下怎么样 我们本来的这个角质细胞 会自行脱落的 但是它无法自行脱落的情况下 就会变得越来越厚 那这个情况呢 我们里面的代谢物就没有办法出去 养分就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长期下来 皮肤就会变得很粗糙 那个脸色黯淡 以及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干燥缺水甚至脱皮的问题 所以如果想要有这个水嫩的肌肤 我们必须要定时去角质 那当我们定时去角质的情况下 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皮肤保持怎么样 细腻光滑水嫩紧致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答案 但是市面上其实它有很多的去角质产品 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呢 普遍上呢 其实就有两种比较多人使用的 就是这个果酸跟这个磨砂膏 那果酸呢 它其实的效果是很快的 所以很多的美容院 因为他们都会喜欢用这一个成分 因为它可以在短时间 发挥这个去角质的功效 让我们的皮肤保持柔滑有光泽 同时按斑细纹等等都会减少 但是呢 其实果酸它本身就是很酸性的 它这个PH2-3的情况下 其实它在融食我们的角质细胞 那么一旦如果浓度没有控制到很好的情况下 皮肤就会开始角质层就变薄了 一边保的情况下 我们皮肤就会失去防御功能 抵抗力差了 自然的我们皮肤就会过敏 过敏的时候 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些反应 就会跑出来了 就包括这个皮肤干燥到会脱皮 会痒会肿等等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个磨砂膏 磨砂膏它本身呢 就是用颗粒来去角质 颗粒本身看起来好像是圆形的 但是其实它有些部分 它是有一些尖角的地方 如果我们在去角质的时候呢 我们会想到说 我为了要去角质 所以我要用力去擦 就会把那角质给去掉 其实当你大力去擦的时候呢 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伤害 它会留下一些细纹啊 一些疤痕等等 那么对我们皮肤长期来说 就会造成一个受损的一个情况 会过敏的 所以呢 我们所推出的这个 Aquacent去角质乳霜呢 我们都不使用果酸和这个磨砂膏 我们是采用什么呢 我们是采用南瓜酵素和蛋白酵素 因为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一个它对我们皮肤是比较适合的 只要我们涂上去而已 它就有办法的可以把这个老肺的角质给去除掉 而且它不会影响我们健康脚制成的这个厚度 所以呢 它是非常安全使用的 那你使用的过后 你会发现到 哎 我的这个色素沉淀呢 已经开始减少了 然后皮肤的暗斑已经改善了 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光滑透亮 那这一个呢 其实在没有使用这个果酸和磨砂膏的情况下 达到的 而这个呢 就要归功于我们的研发人员 他有办法做到这个技术 让我们可以受惠 让我们皮肤呢 在去角质的同时 又可以很安全 又可以有效 把我们的角质给去掉 那怎么来使用呢 就是晚上洗了脸之后呢 确保你的脸是干净的一个情况下 你才涂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洗了脸 我们呢 会去做一些东西就会流汗 那么汗液其实呢 它是一种脏污 它会影响着产品的这个效果 所以建议大家呢 必须要洗干净点之后 那么你才涂上去 那你可以选择呢 你涂上去 停留大概30分钟之后呢 你才用氨基酸 碎面酸洗掉 那如果是说你想要敷个夜的话 你可以到第二天的早上 那么你才用氨基酸 碎面酸洗掉 都可以的 两种方法都可以 那建议大家呢 必须要定时一个星期 使用一至两次 定时去角质有什么好处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营养吸收 不然的话 如果你没有定时去做的话 你的厚厚的角质层呢 你涂这些养分 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吸收进去了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就会谈到这个保湿的部分 那很多人呢 就会以为说 我补水就保湿啊 就等于保湿 其实补水 很多人就一直使命的 就是往着脸上一只 补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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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你补水的 你没有做保湿的话呢 他是没有办法 锁住我们预估水分的 所以真正的保湿 其实应该是提供我们肌肤 维持肌肤含水量作用的一个保湿成分 为了就是要提高我们肌肤的保湿度 那当我们肌肤保湿度提升的时候 营养素就有办法呢 可以吸收进去我们皮肤的底层 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保湿的一个目的 所以AQUA SENSE保湿化妆水的推出呢 我们含有了这个南极海狼蛋白 它是特别经过技术处理 能够在我们皮肤形成一种单分子的薄膜 那这个单分子的薄膜呢 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呢 就是希望它可以有效的被我们皮肤吸收进去 它就可以好像一个保湿成一样保住 我们的这个皮肤可以补水保湿 提升我们皮肤的保湿度 但如果我们皮肤保湿度提升的时候 我们皮肤就会变得越来越水嫩了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皮肤干燥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的角质层其实是有稍微的破坏了 那么受损的一个情况下就会有皮肤干裂 所以呢这个南极海狼蛋白呢 它可以促进角质细胞的生成以及愈合 可以帮助改善肌肤干燥的一个问题 以及干裂的问题 另外它还可以增进 加密蛋白还有糖尿蛋白的产生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皱红 那除此之外呢 在保湿化妆水里面 我们还有这个植物的萃取 那植物萃取有包括这个 秀萱取小黄瓜以及牛棒根的萃取 它的功能呢 主要就是舒缓我们肌肤改善过敏的问题 那这个成分呢它其实是特别经过超低温冷冻萃取的 它的目的就是要保留植物原本的一个精华 完整的一个精华 所以我们所提供给大家的这个天然火性成分呢 它是比一般的萃取方式是来的很高的 所以呢它的效果是特别特别的好的 这就是我们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分 那第三个就是红枣了 红枣本身它是吸收海洋间的一些矿物质 我们称为微量元素 很多时候我们皮肤有问题 就是缺少了某些这个微量元素 所以呢红枣呢 它就可以提供我们肌肤所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 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的细胞代谢 健康的一个情况下去运作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我们肌肤调理的一个作用 所以Aquasense保湿化生水 它其实就具备了三大很好的一个功能 就是第一它可以充分的帮助我们补水保湿 让我们提高我们肌肤的保水度 使到我们皮肤保持水嫩 当我们的皮肤保水度一提升的时候 自然而然我们营养素就有办法的吸收进去了 那再来第二呢 就是当我们的皮肤保水度提升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皮肤知道 我们的水分够了 所以我们的皮脂腺就不会分泌过多的油脂 就可以改善达到油水平衡的一个效果 第三就是我们的Aquasense保湿化妆水 它具备了这个调理的功能 如果说皮肤上有一些情况需要调理的话 那其实Aquasense保湿化妆水 它可以帮助我们调理皮肤 帮助我们可以达到震惊 以及舒缓肌肤的功能 那怎么使用呢 当你清洁你的脸部之后 你就可以把适量的保湿化妆水涂在你的脸上 用轻轻拍打的方式 让我们的保湿化妆水有效的被吸收进去 那么直到半干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才涂上的面霜 那面霜方面呢 我先来谈谈这个保湿颈肤霜 那主要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胶原蛋白 那胶原蛋白呢 其实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我们有这个微体贱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都了解胶原蛋白是什么 那在皮肤上其实正皮层里面呢 有75%都是胶原蛋白来的 那胶原蛋白主要的功能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保湿维持皮肤弹性啊 紧致度等等 就是要保持我们皮肤年轻 但是呢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胶原蛋白一定是相当的 含量相当的高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了 我们的这些外来的因素 包括紫外线啊 还有我们生活作息的不规律啊 等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胶原蛋白 在我们皮肤上是逐渐在流失 而且我们是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当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皮肤开始变成松弛了 缺乏弹性了 有皱纹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胶原蛋白已经在流失了 所以呢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推出了这个AQUA SENSE保湿颈肤霜 我们提供给大家就是这个 复合多生态颈植元素 它呢其实就是胶原蛋白的一个小分子的一个结构 很容易让我们的皮肤吸收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这个促进胶原蛋白的一个产生 那么同时呢促进之后就可以重组我们胶原蛋白的一个结构 一个胶构组织好了之后 它还会帮助我们保护胶原蛋白的结构 不会被容易流失 会破坏掉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就会帮助我们 慢慢的恢复我们皮肤的 紧致度还有弹性 那么我们就觉得 越来越用越来越来越年轻 那除此之外 为了要帮助大家 改善这个干燥的问题 我们也提供给大家这个保湿的一些成分 包括这个绿藻 以及干燥PGA 那藻类呢 其实它吸水力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呢 我们就特别用了这个成分呢 可以帮助我们锁住我们肌肤的水分 让我们的水分不容易流失出去 让我们水分够的话 其实对我们整体的代谢啊 我们营养吸收都有相当好的一个效果 那再来呢 我们在油性方面呢 我们也特别挑选了这个葵花油 小麦芽油 以及这个铝山豆油 那这些植物油呢 其实我们是特别利用这个分子针油法 把它里面的精华给萃取出来的 我们拿到的不是整个油 而是油它的这个活性分子 那这分子是非常的濃缩 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 它对于我们的皮肤的皮脂层保护层 是有相当好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呢 其实如果我们皮肤干燥 我们的皮肤是会分泌油脂 来去保护我们皮肤 但是当我们年长的时候 你看到老人家的皮肤 通常会怎么样 会有很多的皱纹很干燥 为什么 因为它分泌油脂的速度开始减缓了 所以呢 我们使用了这个植物油呢 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的这个皮脂保护层 改善干烈细纹的问题 让我们的皮肤表面 会保持很柔滑 很平滑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用 用了之后 会看起来越来越年轻的一个效果 就是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成分 所以阿华先生保湿颈肤酸 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 它可以具有了这个拉提颈肤的一个效果 让我们有助于淡化皱纹 保持肌肤弹性 第二呢 它可以提供深层保湿耍水的功能 让我们防止水分流失 提高我们肌肤保湿度 水嫩嫩的感觉是非常喜欢的 第三呢 就是维护皮肤的这个皮脂保护层 改善皮肤干烈的问题 甚至呢 让我们皮肤可以越来越保持 柔滑平滑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我们的 阿华先生保湿颈肤霜的一个特色 那接下去呢 除了这个保湿颈肤霜 其实我们也推出另外一个面霜呢 它可以让我们恢复童年般的肌肤 就是我们的阿华先生助缘霜 那其实很多时候呢 那如何看出一个人的肌肤老化的迹象 怎么看出 就是当如果说 你看到对方的皱纹开始出来了 那么黑斑呢 甚至有这个皮肤下垂 还有暗淡无光等等 也代表是说 他的肌肤开始老化了 那老化的原因有很多 那主要第一 就是我们年龄增长一定没有办法避免的 为什么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但是很多时候很多外来因素 会加速我们老化 包括什么呢 我们长期接触太阳子外线 还有肤色WiFi 空气的污染 包括我们也会有熬夜的一个习惯 有面对一些压力 甚至呢很懒惰去运动 还有呢 饮食方面呢 就很想吃一些尖渣的就是营养方面的东西 就是比较少的一个情况下 这些呢都会加速我们肌肤老化 所以呢我们推出这个阿华仙素原酸 它就是要让我们越来越年轻 到我们年轻 我们就越来越有自信对吗 所以呢这个阿华仙素原酸 我们采用了这个比较珍贵的海维香植物干细胞 它是生长在一个纯净无污染的法国海岸 它是因为手工栽取生长不一 以及限量的采收的特性呢 它被誉为了20亿世纪最珍贵的保养成分 它那有什么功能呢 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有效的促进表皮细胞的增生 促进皮肤的代谢 加速伤口逆合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延缓老化的保养成分 它具有了美白以及蛋白的一个功效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在这个助元酸里面 我们还添加了另外一个植物干细胞 就是这个海冰四季 那它更加的有它的一个特色就是 它可以加强我们老化衰退的表皮和增皮的一个连接层 甚至呢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和糖尿蛋白的增长 加速表皮增生更新 让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柔滑 越来越紧致 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 越用越年轻的一个产品 那所以AQUACEN助元酸呢 它其实就是一款可以活化我们细胞的一个产品 活化我们的细胞 更新我们细胞 让我们的皮肤呢可以老的慢一点点 我们不希望我们老的很快 我们希望我们比十几年纪来的年轻 对吗 所以呢这个AQUACEN助元酸就可以帮助我们了 那第二呢它也是一个淡化斑点的一个好帮手 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的斑点的情况下 你可以多用这个AQUACEN助元酸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肤势保持均匀剔透 有光泽 再来第三它可以深层的保湿索水 防止我们水分流失 让我们皮肤保持水嫩柔滑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里面 除了植物干细胞 我们还有很多的精华在里面 包括了大多蛋白啊 多生态啊 都是有颈膚的一个效果 绿藻干脉皮菌都是保湿的一个成分 再来呢我们有很好的油 包括火管油啊 效维油和果油 乳木果油都是帮助我们修复绿合的 加拿大油草可以舒缓我们皮肤 多糖体就是帮助我们维持我们皮肤的免疫力 等等很多的一个功能 组合成我们这个阿华山助缘霜 就是帮助我们可以越用越年轻 所以它是一款高效去老的一个产品 那怎么使用这两款产品呢 你可以把适量的保湿紧布霜 或者是助缘霜均匀涂抹在我们的脸部 或紧布就可以了 那很多人就会问说 如果我两个都要用 两个都这么好 要怎么使用 你可以先涂助缘霜 再涂保湿紧布霜 建议大家就是早晚都要使用 就可以让我们皮肤越来越健康 接下去我要谈的产品就是这个防晒的产品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防晒 很多人不喜欢涂防晒霜 为什么 因为很麻烦 对吧 那么其实防晒很重要 因为它是对抗紫外线 UVA和UVB的一个侵害 那这些紫外线呢 其实对我们皮肤有什么伤害 就是我们的皮肤会晒伤会发红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其实它也是会让到我们 就是产生很多的黑斑 皱纹 甚至加速我们皮肤老化 严重的话 其实还会有这个皮肤癌的问题 那其实紫外线呢 的确对我们皮肤伤害很大 那么紫外线其实有分为ABC嘛 C呢其实不会接触我们的皮肤 那B的话会接触我们的皮肤的表皮 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皮肤会怎么样 会晒伤 会发红 所以我们会感觉很不舒服 再来呢 UVA呢它是会杀伤力会更强 因为它会直接的跑进去 我们的真皮层里面 破坏里面的一些结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其实它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老化的速度 可以增加 就是加速我们皮肤老化 那么呢 把我们皮肤晒黑 然后很多的黑斑跑出来 老化的速度增加 然后甚至严重还会有这个皮肤癌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做好 防晒的一个动作 那么其实防晒霜里面呢 它有标示这个SPF呢 它是针对UVB的防护 而这个PA 它是针对UVA的防护 都是在保护大家去防止这个紫外线的伤害的 那防晒霜呢 其实它主要有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物理性 第二种就是化学性 那物理性是怎么样呢 它其实就好像静子样 它是利用反射光线的一个原理 去阻隔这个紫外线的静怀 它主要是分布在我们皮肤表面 不会被我们肌肤所吸收的 所以它对UV光照的稳定性是很好的 那化学性呢 它其实就是利用这个防晒剂 去吸收这个阳光的这个光线 去中和这个紫外线的一个清洗 就是有一些化学反应产生 去中和掉这个紫外线 所以呢它其实分布在我们皮肤表面呢 它其实会被我们皮肤吸收进去的 所以它对UV光照的稳定性呢 就没有很好 所以我们推出的这个 阿化线仿晒霜呢 它其实是采用 纯物理性超微性颗粒的仿晒成分 我们叫 海链塗3% 它是特别利用这个光照的反射光线的一个原因 去组一下这个紫外线的清洗 那么我们是特别利用这个包袱的技术 把这些每一个颗粒均勻涂擦在我们皮肤表面 可能不会被我们皮肤吸收 那么主要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包袱的这个技术 是因为当我们涂上去的时候 它不会颗粒会连结在一起 它的部位的 它是平均的分布在我们皮肤表面 让我们的表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在绑布到 其实这个技术是非常的难的 为什么呢 修院的时候 如果你不会去做这个技术的话 你其实就是把物理性跟这个化学性 参在一起去做一个产品出来 但是我们的研发人员 他就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把这个技术做得很好 就是每一个颗粒就是均匀涂抹 所以呢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防晒了 所以它对于光照的稳定性是很好 不会产生这些延伸的致癌的物质 所以你长期使用其实是安全的 所以AQUA SENSE防晒霜呢 它有效隔离UVA和UVB的紫外线 防止我们皮肤晒伤以及老化 那第二呢 它是一个长效保护的功能 它具有了这个功能 不会因为流汗而失去防晒的效果 那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防晒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这个技术 你流汗的时候 其实呢 那个部分已经没有防晒的效果了 所以如果你做好这个技术的话 你流汗那个地方 其实它还是有防晒到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 除非是说你拿这个毛巾大力去擦 它就会把这个防晒给擦掉 那不然的话 其实你涂上去 你有流汗的话 其实也不会有影响的 它还是继续的保护我们的皮肤 隔离这些紫外线的清洗 那第三呢 它里面有这个粉底 所以这个粉底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遮瑕 可以修饰我们的服饰 所以你不用另外的再去涂那些 粉底霜等等那些 就只需要涂这个防晒霜 就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拿到遮瑕那个效果了 那所以你白天出门前呢 你可以把这个防晒霜 涂抹在你的这个皮肤 包括我们的脸部颈部 如果你要涂在手也可以的 只要确保我们有接触的 看紫外线的一个皮肤的部位 其实都可以涂这个防晒霜 那么其实我们阿华Sense 保湿化妆水我都讲完了 那么有几个产品 大家还记得吗 有七个产品 那七个产品如果我们的 使用的步骤正确的话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皮肤 会变得越来越健康的 所以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 正确的去使用我们的阿华Sense 美容保湾品 那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你要先洗脸对吗 所以你就用我们的这个 氨基酸减面霜洗脸 洗了脸之后 你就能用这个保湿化妆水拍一拍 之后呢 你就涂这个助缘霜 或者是保湿紧泡霜 出门前呢 你就查防晒霜 那么晚上回来的时候 因为防晒霜啊 或者是你有彩妆啊 你都必须要卸妆 你都必须要用这个卸妆 卸妆 卸妆 卸妆之后就用 氨基酸减面霜洗掉 那如果今天 你有用这个去角质乳霜的话 你可以涂抹上去 停留大概30分钟之后呢 你就用氨基酸减面霜洗掉 那么过后呢 你的皮肤干净了 你就涂保湿 拍一拍这个保湿化妆水 再涂这个助缘霜 或者是保湿紧泡霜 那如果是说 你去角质乳霜 你想要复合液的话 你可以最后就是洗了脸之后 干净涂上去 涂了上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才用这个氨基酸减面霜洗掉 那么过后呢 你就保湿化妆水拍一拍 那么才涂这个助缘霜 或者是保湿紧泡霜 出门前你才查防晒霜 这个步骤大家记得吗 记得很简单 不要懒惰 最重要就是每一天 你正确的去使用这个产品的话 步骤正确 方法正确 那么我们皮肤就会越来越健康 那现在呢 我们先来了解 其实阿华剩到底适合谁来去使用 很多人都会问说 阿华剩只有一款产品 怎么没有分干性的系列 这个油性皮肤系列 敏感性皮肤系列 其实我们的皮肤 他需要的东西都不多 他需要我们提供给他适合的 没有刺激性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款产品 他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皮肤 给他他需要的东西 让他恢复他原本的一个功能 所以他适合每一个皮肤所使用的 所以无论你是有性皮肤 干性皮肤 或者是敏感性皮肤 都可以来去使用 我们的阿华剩美容保养品 那如果说你说 你有面对一些问题 比如说皮肤上的问题 你有这个黑斑啊 或者是皱纹啊 或者是敏感啊 或者是你有这个多多的问题啊 其实我们的阿华剩美容保养品 都可以帮助去改善这方面的问题的 所以只要你每一天好好去使用 我们的阿华剩美容保养品 只要比如说你的水分不够 他可以提升你的皮肤的保水度 油性的分泌太多 他可以改善你里面的一些 油脂 油水平衡的一个情况 这些方面你慢慢在用的话 他调理了你的皮肤 你的皮肤自然就会健康 所以阿华剩它其实是一款 为我们肌肤保养所设计的一个产品 它是专门照顾我们皮肤的健康 以最温和肚吃剂 诉求健康安全有效 为我们的肌肤带来全面的一个护肤体验 所以呢最后我祝福大家 在使用阿华剩美容保养品的一个过程中 可以让大家越用越年轻 越用越健康 这就是我们想要提供给大家的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啊 好 但也不用你看 因为我考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段时间后又长青春痘 不会痊愈 使用的产品 愉快洗面露阿克森保湿化妆水改善的情况 用了产品2-3个月后 脸上的青春痘问题得到了改善 满脸通红的情况渐渐改善 不再长满青春痘 细纹不见了 皮肤干燥问题姓名 处送客地区 家营使用产品前的健康状况 皮肤非常干燥 在法令纹 校文 周边有会发痒的斑块使用霜和产品 愉快洗面露阿克森保湿颈肤霜使用产品原因 为了减少皮肤发痒和干燥开始使用产品日期 2017年3月10日产品使用量 初次感受 每天晚上涂抹在法令纹 校文 上 第一和第二天 他感到干燥的部位有如针刺的感觉 持续涂抹到第三天时 有如针刺的感觉减少了 第五天 校文开始淡化0.22天后 他的皮肤不再发痒 校文也淡化极柔滑了 姓名 王玉娇地区 槟城病症 脸部皮肤敏感病况 整个脸部皮肤敏感 在炎热的时候 晒到太阳就会并发 另外 在火炉前也会并发 脸会感到热 红肿一块一块 上唇下唇都会红 肿痒 每到年尾时节一定会并发 当并发时会涂上风油 但涂上风油后会越来越痒 使用的产品 阿克森保湿化妆水使用量 脸部皮肤发痒时就会涂抹阿克森保湿化妆水改善的情况 使用阿克森保湿化妆水一年后 脸部才不再发作极不敏感 在此一年前 如有发作就会快速洗脸 然后多次涂化妆水 不到一小时时间 敏感就消失了 现有的症状 每到年尾吹北风时节一定会并发 下巴一定会红 肿 痒 痛 脱皮 现在这种情况都不再发生 只使用阿克森保湿化妆水 姓名 黄书仪地区 槟城病症 脸部遗传性雀斑 脸部皱纹病况 脸部有遗传性雀斑 如果照顾不好晒到太阳就会有麻子脸 因为平时睡觉时很爱揉眼睛 所以眼睛周围也有很多明显的皱纹 常常需要到美容院洗脸护肤 使用的产品 阿克森 散基酸幻彩结面霜阿克森 全效复活助盐霜阿克森 卸妆乳阿克森 去角质乳霜阿克森 保湿化妆水阿克森 保湿颈肤霜阿克森 防晒霜 SPF35 QA++++ 除了涂阿克森美容保养品 同时也搭配服用永健极品灵芝 永健极品花粉 加褐营养蛋白素 如春菱芝茶和双鹤有益均服用 使用量 每天早晚使用阿克森 产品初次的感受 脸部遗传性雀斑皮肤保持健康 光滑亮丽 自从用了一整套阿克森美容保养品 我的皮肤保持得很好 看不出有雀斑 肤质光滑亮丽 眼部皱纹每晚针对眼部涂阿克森保湿颈肤霜后 脸部皱纹明显的减少 现在我已步入中年 看起来比同龄的朋友更年轻 非常感谢双鹤推出这么好的产品 有安全 让我安心使用 皮肤敏感姓名 Kolin地区 娇赖 24天 使用产品前的健康状况 过敏反应导致脸部皮肤出现干燥和发痒症状 尤其是在鼻子 眼睛底部和上脸颊 使用双鹤产品 阿克森保湿化妆水 阿克森保湿颈肤霜使用产品原因 减少脸部干燥和发痒开始使用产品日期 2017年3月6日产品使用量 初次感受 每天两次涂抹敏感部分 使用首二日后 皮肤变得干燥 随后 干燥和发痒逐渐消退 皮肤敏感姓名 并际在地区北海使用产品前的健康状况 附上医生诊断 骗血报告 扫描报告等 皮肤敏感 被床师叮咬一开始 他的手有三处虫子叮咬的小伤 下午时整个脸变得肿胀和发痒 医生诊断医药治疗 医生为他开肋固醇 涂抹到第三天后 他不再涂抹 使用双鹤产品 加鹤灵芝双鹤有异菌 阿克森全效复活助颜霜 阿克森保湿紧肤霜 阿克森保湿化妆水 使用产品原因 以舒缓脸部肿胀和发痒 阿克森保湿化妆水 减轻发痒情况 阿克森保湿紧肤霜 保湿皮肤 阿克森全效复活助颜霜 改善脸上和受伤的丁鸟伤痕 开始使用产品日期 2014年10月产品使用量 为期两周每天使用8颗加鹤灵芝 加6包双鹤有异菌 涂抹阿克森保湿化妆水 阿克森保湿紧肤霜 和阿克森全效复活助颜霜保健使用量 从2017年11月至今每日两颗加鹤灵芝 四颗永剑花粉 这一包双鹤有异菌初次感受 使用产品第四天后 他上厕所五次并感到整天都精力充沛 这都不是他上厕所的正常时间 他排便越多他就越精力充沛 而且身体肿胀的部分也减轻了 第14天后 肿胀改善了现有健康状况 没有皮肤过敏 肿胀和发痒的情况